这个理论是刚刚有讲什么的 他说你在一个人在表达的时候 能够让对方对你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你讲话的内容只占百分之七 然后你的声音语调 异扬论错语气这个方面占了百分之三十八 他占最多的是什么 占最多的是肢体语言 包括你的表情你的动作 肢体语言 占了百分之五十五 譬如说你的影响力 你让别人印象的部分 是这样的比例 那这样的比例 你听到这个东西你会觉得说 这样子真的是对的吗 如果真的讲话的内容只占百分之七 那我上课我都不用准备 我就来人类歌词然后就开始念 一简没这倾向是好圆广阔 这个方面不能阻隔 反正我讲什么内容不重要 内容只占百分之七 只要我的声音语调非常的活泼 我的知识非常的动能 大家的学习就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三的效果 百分之七不重要 我就把他舍弃了嘛 我讲什么内容不重要 好像不太不太对 这个理论好像有点问题啊 事实上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理论是大家误传的 真正的理论是跟你说 当一个人他讲话的内容 跟他的语气或肢体呢 不一致的时候 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相信他的 非语言的 这个表达 譬如说 刚刚均匀老师讲的 你问一个人说 这菜好不好吃 还不错 你讲的还不错 可是你的表情 有点面有难色 对不对 你的肢体语言表现出说 你其实不是很喜欢 当你讲话的 语言的内容 跟非语言的内容 不一致的时候 人家会相信你的 非语言的内容 而不是相信你的 语言的内容 所以当不一致的时候 他的比例是这样子 是没错的 人家会生不生气 我不生气啊 你讲的话可信度 你讲的内容 只占百分之七 你真的不生气的 人家相信你的 比例是百分之七 事实上 人家看你的表情 看你的声音 觉得你是生气的 比例有百分之九十三 这样子来讲 就比较怎样 比较合理 那这东西怎么运用呢 这东西运用的地方 就是说 当你要去表达的内容 是 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或是可能造成冲突 然后对方不容易那么接受 可是你的 用意 你的目的 是希望对方好的 这个时候你就尽量 在你的非语言的表达上面 表现出比较和善的 表现出你其实是对对方好的 那对方就比较容易 接受到你真正的感觉 譬如说 教养或教育 爸爸妈妈或老师 如果小孩做错事了 或者是他的做的方法 其实可以再更好 他有些人都要改进了 这种美容 我们需不需要执政他 我们其实需要执政他 可执政啊 批评啊 折背 折骂啊 这些东西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会破坏你跟他的关系 甚至会引起冲突 对不对 会引起对抗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 你该讲的还是要讲 可是你的肢体语言 你的语调就要表现出 你真的很关心他的样子 这个时候呢 虽然你嘴巴是责备他 可是他感觉到的 这是你的惯癌 因为你的责备只占了7% 对不对 譬如说小朋友 他考试考很差啦 老师如果把他教过来说 小明 你考试考这么差 都已经快要学期末了 那你现在12年 我教 你这样子 我能够上学高中吗 我是很担心你的未来 你这样子 学校面怎么办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把小明 小明 你这一次呢 这个成绩这么差 你也知道 我们现在12年国教啊 那时 学校成绩很重要啊 你这样子都已经学虚目了 你以后没有 好学校一定怎么办呢 一种一种方法 讲的内容一模一样 可是呢 小朋友第一个就觉得 老师在干嘛 他有他自己的苦衷 他就听不下去你讲 他也不会受你影响 可是反过来 你应该是责备他 可是你却表现出 你对他的关 他对他的关心 诶 这时候他接收到的就是后面这两个 而不是前面这一个 对啊 再讲 再讲一个例子 我们如果 今天 假设这边 是一个这个电影院 大家在看电影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闯进来 然后登场全亮 然后 那个 那个 电影都停止了 但是 有人就跑出来 麻烦 各位 大家不要紧张哦 我们现在呢 电影院已经发生火灾了 大家麻烦往前面 依照我们工作人员指示 往前往后门 这边赶快出去 不要吹急 千万不要自己 慢慢走 火事里 现在我们通知之中 赶快赶快 快 我这样子 哦 啊 请问大家会怎样 然后 然后 这样子嘛 对啊 啊 你如果进来 诶 各位 现在呢 请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呢 医院发生了火灾 但是火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大家慢慢的走 不要推挤 哦 那个 依照我们工作人员指示 往前门后门这边 慢慢的 不要推挤 慢慢走就可以 一样的内容嘛 可是因为你的 口语不一样 大家就会 好像没那么严重嘛 感觉只是一个小火灾 都在控制之内 他就会慢慢走啊 反而 书占的比较快 而且不会有伤亡 出去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火很棒 对啊 哦 那这个时候就是 你讲的内容 跟你的肢体的 这个部分的运用 可是很可惜的是什么 很可惜的是 这个理论都被一些 这种刚 如同学讲的这种 谈判啊 有没有 说服啊 拿去运用的 那他们就会去做训练的 说 哎 你要怎么做 才能够影响别人 然后就会造成一种 很好笑的结果 譬如说有些讲师 就会穿着 发自招展 然后 欲昂顿挫 然后转来转去 这样子 然后像是突然这样子 然后转这样子 这样子 哦 哦 那也正有 讲给他 就一个伸展物 还这样转去 然后你就听了 你就说 哇 印象好深刻哦 可是 你回过头去 回想 你问他 哎 其实好像没有 学到什么东西 这就是问题所在的 所以 这个上一堂就跟我们讲的内容是说 非语言的表达其实影响非常的深 可是你要想想看你到底是要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真诚 因为刚刚讲说表情不能训练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可是要很久很难 所以我们一般人如果真的想要表现出一个你想要的表情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就真诚 对不对 你想表现出很关心他的样子 你演不来啊 你又没接触过演员训练 反正你怎么演出关心的样子呢 演不出来啊 小朋友会看得出来 所以一种方法 就是当你真的很关心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表现出关心的样子嘛 哦 这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那个 丹尼人刚刚漫的那本书SQ 里面他有讲 他说 怎么要跟进你的社会智能 就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你很专心的倾听对方其实真心的 因为其他的社交的技巧都没办法 因为假装不来 人家一看都看出来 我最后有过